好,最后我们最后的话题我们来讲一下 刚才有很多人在问老师说 关于是说印度的问题 印度的问题 他现在在努力在中印边界那边造成了一个事端 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各位了解一件事情 不要以为中印之间他里面的问题是很小的 中印彼此之间他能造成的问题是很小的 这个是没有无庸置疑的事情 因为印度9×9是打不赢中国的 他除了核武去撤才能够赢中国之外 印度是没有一个地方 他是可以战胜中国的 他没有实力 因为他的所有包含他的军队的训练 还有他的装备的素质的精良度 都不足以跟中国去对抗 这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当美国去挤压了中国 世界各地想要挤对了中国 印度也挤对了中国 那么哪一根稻草会让中国觉得是说 我必须也许跟你们一样 我也需要一场战争 来让大家知道我的厉害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一个国家 他里面的压力锅被压力到极限的时候 那么你美国需要一场战争 在希望在伊朗地区需要一场战争 你德国需要一个抨击的对象 代表你们注重人权 化解你的国内的矛盾 当印度公布了他们GDP 非常是历史最糟的GDP 他立刻要攻上了 攻上了叫什么地方 反正他都立上了个雪山 狮子旗的地方 什么茶哥 茶哥湖的忘记 忘记那个地名了 他代表说我们占领了中国国土 然后来盖掉这个新闻 我们台湾也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台湾也需要一个口罩大陆制 然后来盖掉莱克多巴胺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地方发生一个战场 来转移他们的国内的问题的时候 请问一件事情 如果照其他人想法都是对的 那中国需不需要一场战争 来让世界各地了解了解 你老子我 你背我不是吃菜 不是才吃素的 那么这场战争会发生在哪里 如果真的发生了 它会发生在哪里 中印边界吗 不 南海吗 没意思 南海 大家都是朋友 只是大家都是这个地方 这都是模糊的地方 对 你不想被占便宜 但是我想占你便宜 那大家就互相打闹剧 没有个地方很好 他也不会跟俄罗斯打 俄罗斯跟中国 他们已经签了共产 他们的所谓的天然气的协议 还有更多的一些经贸往来 他们也不打 日本 日本现在自己在乱 因为日本全力在真空 日本全力现在真空状况 他们的所有的派系 现在正在很剧烈的移动 说日本他会乱一阵子 才会让日本重新上轨道 韩国 韩国比如说疫情之大 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了 韩国这个问题是很大 那么唯一会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 那不就台湾吗 就台湾 我们台湾是没有感觉 我们台湾是一个安和热烈的地方 我们台湾只有口罩的问题 没有莱克多巴胺的问题 我们吃的这些莱克瘦肉精的猪肉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会吃 我们必须吃 我们能够反对吗 我们不能够反对 各位民主国家 我们是人民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 完全没有办法做出 这就是民主国家 选上他就拿全拿 他全部拿 那么这个事情 请问一下 跟共产党什么不一样 请问这跟独裁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民主跟独裁 其实是一曲同工之妙 只是我们每四年选出一个独裁者 不就这样吗 大家知道特朗普他连续说了两万多则的谎话 美国人拿他怎么样吗 没办法拿他怎么样 对不对 民主不是人民做主 只是每四年选出一个独裁者 大家都有机会当皇帝 但是谁赢呢 他就拿了全部 如是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吧